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 有个情绪问题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今天晚上觉得简直碰见了个事 就过不去了 就过不去好难过 可是后来你发现 这是个骗局 因为第二天起来 事还是那件事 没有改变过 你的困境并没有改变过 但是也许第二天睡一觉起来 情绪变了 情绪变了事都不叫事 所以我后来是慢慢发现 就是说你所遇到的 真的过不去的那个坎 它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 它到底是不是那么真实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就觉得 好 等它情绪过去 也许那个事没有那么太山压顶 只是因为我现在 把它想得特别重 亚东你有这体会吗 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 但是周围的情绪 是会影响你的 所有你周围的一切人 或者遇到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 有的时候 本来我一天心情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你就会不开心 整个人就不会开心 所以我选择就是 我尽量不要去看 比如朋友圈了什么 你就不要去看 就自己 对 因为看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要不要说话 你怎么说话 后来你觉得好吧 就选择不要说了 因为情绪是莫名的 我本来挺好的 而且影响我的并非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 其实看似跟我无关 可是它就是会让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环境 像我之前 我前两天在德国坐火车去柏林 那在那个坐火车去的路上 我们买的是一等座 结果呢 找不到我的车厢 上去才知道 我们那个一等座的车厢没有挂 坏了 没有那个车厢 所有的人由一等座变成 只能站着两个小时 那错火了 可是所有的老外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一点点的 因为德国火车经常这样 他们习惯了 那可是我们这边 比如说那个飞机污点也经常这样 可是你晚一个试试 那我在 我前两天去美国 我在美国飞机晚点五小时 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那在这种大的环境下 我突然觉得 这个事情是可以忍受的 就是环境让你 把本来你可能不能忍受的东西变得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是在我们这边 有的时候不太行 就在那个小事情上 特别较真 比如路上 开车啦什么 遇到一点点小事 就会容易 打动肝火 路怒 对 就是会让你 好吧 有的时候情绪 我觉得社会环境影响特别大 你说这个 我觉得坤哥 你也是有愤怒的人 是吗 或者说曾经的某一个时期 你比如说你看 有的时候你的一些个演戏 我就觉得你能演那种狠 就那种狠劲能让我感觉到 你早说不就得了吗 他要个公平 你不是欣赴老师人吗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 你对一些事情的这个反应 实际是有特别 怎么说呢 是特别酷啊 不是 现在你知道吧 现在时髦有个词叫硬核 你知道吗 你看 你就老在山中 硬核 亚东肯定知道 就是现在一流行词 它原本源于就hardcore hardcore 核心是吧 硬的核心就是面刚 就当面 当面就 对 其实要叫我们说 它本来是来自于摇滚当中的 其实它跟佛系就是反异的 就是说有的人是选择很平和的 有的人不会 其实我如果不满意 我当面就要 就直接说出来 就要直接说出来 好像还有一种 就是说是 还不仅仅是这个表面 比如说有人说像 窦维这个也算硬核 这等于我心里 非常坚信的固执的 坚定我的一个 一个看法 或者一个选择 上次有一个 我看特逗 说那个一帮人出去 挺逗的 他正往外走 然后旁边那个粉丝 杨坤 杨坤 然后他专门回头 冲过去 陈坤 好酸啊杨坤 陈坤 这就比较硬核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是 还挺可爱的呀 我觉得 可爱吧 对啊 很好 我还以为不是你 没有 我就觉得开玩笑 我经常经常遇见这个 但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因为我们去做 我们行走力量的分享展 很多人还来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他叫我叫杨坤的时候 我那个意思是说 你可以叫陈什么起 他你别把信改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开玩笑 陈坤啊 其实我挺高兴的 所以说 像你这么 就很敏感的人 你觉得你进这个圈 而且这是出名特别早 那个时候 这个会对自己 就别人的评价 比如说火不火呀 或者这个粉丝多不多呀 或者是这种 这个演绎道路上 是升啊 还是降啊 这东西对心绪有影响吗 有的 有的 因为我小时候呢 就是家里条件 是因为不是特别的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的观念认为 付出一百分 可能是会二十分 三十分是正常的 或者一分都没有收回 是正常的 但我也是陪着别人 去考电影学院 不是考上了吗 其实我没想当演员 就毫无既望 但没想到出来 你这么帅不当演员 干什么呢 我想当室内设计师 我一直想当室内设计师 我到现在还想当 那时候我开了一家公司 已经被关了 但是 我就因为没有机会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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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就火了嘛 火了一小夏 我那时候 你要知道 对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那个 那个片酬是 真的是救命的 我把我们家 好几年赔的那个钱 很多年欠的那个钱 终于 一次性就还清了 那好几万块钱呢 小时候 好几万块钱呢 对 就还了嘛 还了就 那个时候其实还挺 挺舒服的 为什么人特别健康 心态特别健康 我特别知道说 现在拥有的东西 是我不应该拥有 因为我没有付出 那么大努力 可能侥幸 但是呢 也没想好好当演员 其实 完了之后 但是没想到呢 到了金粉的时候 就SARS SARS期间嘛 或是就 那个时候 比如说 万人空向 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 没人看戏 没有其他戏事 对对的 大家在家里看 那个时候 有一些小的膨胀 那个膨胀是觉得 哇 其实我很在意 别人喜欢我 与否啊 但这个 当你知道吗 一个事情的因果关系 就是当你一旦开始 接受有人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堕入了 喜欢和不喜欢的圈套里面 我就一直慢慢地 在这个里面过的过程 但是这个东西 帮助我一直在成长 完了 有个 有些阶段性的 外部的影响呢 对我的情绪 浮动特别的大 完了之后 当然我不是一个 喜欢被别人 牵走的人 就是我古心里面 有点硬的缘故 是在于 我认为 内心跟外面的环境 二元对立关系 是一个拔河关系 如果外面的力量很大 很容易帮我被带走 嗯 是吧 因为我的 我自己对名誉的贪婪 在意敏感度 起落我就特别在意 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 特别二了 在家里全看的那些书 全都是那种 关于佛教类的书籍 对 所以它对于很多东西的 事情的因果关系呢 它都是提前 像一个大道理一样 放在那里 而我呢 又是 喜欢这个东西 很天性 就我觉得 我说 嗯 如果是在 我现在 很红火的时候 就把它牵引走 我就会有一天 堕入不火的时候的痛苦 嗯 我想找到一个心理的力量 内在对外面的拔河 二元对立关系 我只要保持平衡 这个几乎是我一辈子 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呢 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松弛和感 以前我都是 二元对立关系 顶得特别死的 而现在我就有一些 反应会慢一点 再琢磨一下 就是 顿了一点吗 我有一段时间 我在修行一个字叫 笨 因为我有一些时候 反应特别快 就你行动之前 我已经开始反应了 但慢慢地 因为我的反应快 我变成了 我不喜欢的那类人 就是先说 而不做 后面做的 或者是没有那么感叹 所以你是觉得 情绪都是不好的什么 就是不要跟随它 不不不 它自己会 对 你只是觉察 觉察就是保持说 它没有对和错 你只是观察到它 这是我现在修行的 但是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 我不知道 也许到最后是觉得 所有的情绪 本身生起生灭 都本身 它有它的存在的意义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最近看 一个科学家 写的东西 他说你看 我们人类已经可以造出 比最高明的象棋高手 就是更高明的 这个电脑 对吧 但是我们造不出一个 像普通猫狗一样 可以在房间里 自由行动 碰不到任何东西的 动物的机器人 还造不出来 他说这说明什么呢 他说说明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理性和理智 进化的时间 其实才几万年 但是我们的动物本能 对任何事物的 本能反应 这个反射 它的进化有几十亿年 他说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只依靠 我们的理智 智力去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来自于 我们这个Guts 就是我们讲这个胃里面 这种动物的本能反应 包括情绪 可能它会引导我们 去一个什么地方 你比如说季度 它就是进化了 我估计都有几亿年的一种 很深刻的一种动物性的东西 消除是不可能的 但是怎么跟它相处呢 你们有经验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局限 要承认这个 就像您刚才说 电脑现在不是可以作曲吗 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强到 你输入什么音乐 它可以很快分析 你只要需要写 说我需要一个 贝多芬那样的作品 它马上给你出一个 是完美到 就如同下象棋 事实上你认为没有感情 它是有感情吗 其实那如果未来 我要和机器比的话 可能我唯一的优势 就我可以犯错 我可以写得不太好 你要跟它比好 就是不可能 那我觉得其实人人都是 对我来说 我是有缺陷的 我有我的局限 那可能就这个部分是 刚好我觉得是 是我最完美的 对对对 不然的话 比如说忌妒 像你刚才 我当然理解你了 你怎么可以不在意 别人怎么说你呢 对 没有人会这样吗 就是 但是确实是你只能 因为我 我跟他不一样 因为他们 作为明星来说 他承担承受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更加多 确实非常不容易 我能理解 但是尽管这样 我也不愿让别人说自己 就是 其实就是不要理我 不要理我 就我特别爱旅行的原因 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 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就是过客一样 蛮好 不然就会有人会看你什么的 就会很累 对 就是生活在一个周围人 对你的这个评价当中 是 我觉得做明星 这简直就是宿命啊 我觉得挺好的 好在哪个我们家呢 我小时候挺反感的 我还真的在家里 砸东西呢 到最后 就事情两面性嘛 你得到这个 本来就带了这个 所以就很正常 看到那个嫉妒也是 我小时候就 就特别 我小时候有很多戒律 我有一段时间是 受很多戒 我看到什么 贪嗔痴慢疑里面 我的自私 我在刚开始不愿意接受 我说我怎么会自私 我还跟自己对话呢 我说我根本不自私 我怎么 到最后 比如说我嫉妒 贪婪 自卑 不自信 傲慢 所有的东西 我都觉得我没有的 我真正跟他们在一起 毕竟我认为 这是我很大的宝藏 作为人本身存在的 一种能力 是在于我完全接受他们 就我真的毫不避讳 跟别人讲 我说我挺自私的 我现在说怎么样 对不起 我接下来谈这个事 我说可能来自于 我的自私而创造的 我说如果你们愿意 跟我去谈这个话题 我们就谈 如果是当然 我们也可以谈一些 更形而上的追求 但是我说 我无法避免掉 我是如此的庸俗 但我也并不觉得 庸俗是不好的 你说咱们都是 自己治疗自己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 这就更证明 它是个情绪 它没有本质的 这个真实性 为什么 比如说 你有个主持人 你主持的比我好 我感到很嫉妒 对吧 很嫉妒 后来我发现呢 怎么就解脱了呢 就有一天的 就过去 我太嫉妒你了 你怎么做的那么好 我发现 就是当你表达的同时啊 这个事就真的 就不算个事 好奇怪 对 就是你表达出来了 你坦白了 他就不折磨你了 那就说明 他其实还是对你 不构成威胁 比如你俩风格不一样 你懂吗 比如我要听到一首歌 这个歌好听到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太嫉妒了 嫉妒到不行 顺利 我不想让别人 听到这个歌 对 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想做的事情 因为 比如说你很好 他很好 大家都可以好 但是我们可能是不同面向的 你在这个方面比较好 我在这个方面比较好 当然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 那个人的好 刚好就是你特别想成为的那种 但有吗 真的有完全跟你一样的 有啊 气死啊 真的有 不是有完全跟我一样 是完全是我想成为的那样的 那你就是会觉得 哇 真的是嫉妒 而且有一些东西 也是怎么说天分吧 比如说 做艺术 做演员的 比如歌手 就为什么他可以拥有那样一个音色 对 就气死你 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怎么办呢 你怎么练习都是没用的 就像有一些表演的 其实过去那些伟大的电影明星 那些歌手 无数都是这样 真的想想都 也还是很 现实生活里的嫉妒呢 您说的那种 就还好 我觉得还好 其实 其实反而是对那些 特别想成为的那些 有的时候 他也是会让你 就是 不想要做这个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演戏 会怎么样 比如我写歌 我要写一个歌 我之前听了一个歌 听完这个歌以后 我决定我不要写了 因为我要写的已经在了 而且他比你做的好太多 你明白那种 这应该是高兴吧 这叫寄生于月何生亮 那个李白不是还写过一个 他去一个什么楼 我忘记了 他想提首诗 发现说崔浩有诗提上头 黄克楼 是吧 他说我就不用写了吗 但那时候你不觉得是 感到知音了吗 不是 我反倒为什么亚东哥 我反倒觉得你很 很让我尊重的 你有一颗去尊重别人的 那颗心 我反倒是 你刚才 你刚才谈的话题 反倒让我尊重 而不是说你说嫉妒 我觉得 我觉得嫉妒是一个 很大的动力 其实我自己接受 我自卑 傲慢 自私这个东西 它变成了 让我现在长成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是艺术家 才会这样 就是他有一种 很磊落的尊重 说我本来想做 但是你已经做到了 我就不用做了 对 更多的时候 引来的反应 可能是贬低对方 抹黑对方 拒绝承认对方 对 但你是 但我认为是 我反倒很尊重 对 不是 因为比如说 透过努力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是可以不嫉妒 但是如果是 你通过努力 都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就只能嫉妒 没有办法 因为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 不会做到这个 但不是 我反正觉得是更好 您这个 您是 故意贬低了自己 但是我会使用 我会使用忌妒的 有些时候 我特别麻木 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麻木 我的表演 也不是特别热爱 完了之后 我就只是想在家待着 完了之后 我就会故意找那些 触手可及的 好的演员 某一些 而不是要好的不行了 我觉得也会像您那样 就是说 我也就别演了 但你会假设一个目标 因为我很脆弱 我老是需要找一个 标点符号 或者标志我来对打 我说好 这段时间我就用 我嫉妒他 现在做的这么好的方式 我把这个嫉妒 变成我的某种动力 可能进步了一段时间 这个嫉妒的能量 已经没有了 当然咱们都知道 坤哥小时候的一些 家庭状况 你觉得如果小时候 家庭状况不太美满 对孩子的影响 是可逆的吗 是可更正的吗 我自己觉得我 还是阶段性的 我小时候觉得 特别生气 便堕入负面的 觉得不满足 为什么不是一个 正常好的家庭 长大了之后呢 我觉得其实 横向比较 有些时候幸福感 是比较出来的 会觉得 其实那个时候 大概的差不多 你也就多不了多少 我也少不了多少 再到现在回过头去看 我特别感谢 我小时候 有一些经历 我反正觉得特别珍贵 因为不然的话 有些东西我真的体会不到 但是你说的 就是说这种 咱们都是小地方 长大的这个孩子 其实我有个观察 很武断 就是往往有些天生 生存环境 比较优越感的孩子 今天也是我的朋友 我经常会发现 其实我很希望成为他们 就是他们就是 我口说我心 讲什么就讲什么 就是很得意洋洋的 对吧 但是你看 我注意到你说话里边 这个你要叫自卑吗 还是叫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时时刻刻会注意 就说 当然我也不一定是对的 他会注意到 就是说这种 我说的别人会不会同意 或者说 我说的 有没有让别人觉得我在吹牛 我说的 有没有让别人觉得 我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你觉不觉得 有点自卑感的人 经常在跟人交往中 往往有自己的觉察 就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 就往往会好像 自信心不足有点 对自己的正确 就是不太确信 我现在不自卑 我也不观察别人 但是我觉得 要带着谦卑 我小时候曾经在做团队之前 我是个人工作室嘛 那就找我的戏 跟我合作 就选择了 要还是不要了 但是有时候我在推 拒绝一个事情 是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心 因为别人本来找你的 而成坤你当时是顺利 当时也不要太过分 但是还是伤害了别人 而当我在做做团队的时候 在现实意义上 我觉得 我终于明白了 不应该做这个事 是我终于知道 我也成了 以前去向他们来找我 去演戏的那个比方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不是在后悔 而是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就是一张嘴巴嘛 有时候成嘴巴一时之快 因为我不自卑的员工 是我觉得每个人还蛮平等的 我最近一个体会 一个老师跟我讲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不管是什么 你能不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 把你天生的这些东西 能够再进一步 就无论是你对自己的 个性的觉察 那自卑可以导致成 你退一步 你就自毁 再进一步是你怎么用它 你变得谦卑 你可以变得更丰盛 那他说一个人是这样 就一种文化都是这样 就讲大一点 那我们每一个人你忽然身在了中国 你忽然碰到了中国的文化 你忽然 那你这一辈子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能够再进一步 他说这个再进一步就是最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就觉得你天生是什么 自卑自信都不重要 自信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 让你茫然 就是你漠视其他人都可能 任何存在都有两面性 包括刚刚您讲的那个 我脑子突然跳出去话题 都会打断一下 是我的认为是 就是我又被另外一种观念洗脑 是我相信了本字具足 我相信回到原点是本字具足 所以刚刚他说你可能是学的是那一套的 就是内观性的 这就是也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 就是武性自足 就一切都在我的这个心里 但这样呢 你就得把这个心称得 称得足够大 装下自己 也装下别人 我现在觉得你看 我觉得我就有焦虑 就是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多的不快乐是什么呢 是要如意 就这个事情特别是很敏感的人 我估计像你这搞音乐的 就这个事情必须是按照我 我想象的那个发声 差一分都不行 所以呢 你在生活里处处都是不满意 因为多少总会差一点 然后呢 这种不满意呢 再变态一步 我觉得就会导致我的另一个焦虑 就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我老讲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强迫症啊 就是说强迫症有一个特征 就叫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 就是说 起人忧天呢 就是说今天出门 会不会掉一个砖头把我砸死 这是个千万分之一的 但是呢 你要有这种焦虑的人 你就会觉得要出事 老会觉得 好像担心的那个东西 会被你放大 你有这感觉吗 阶段性的会 我觉得我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样 就觉得自己要得重病 这是莫名其妙的 你去医院检查 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就是焦虑 这有一种叫疑病症 对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想出病来是吧 有的时候是如果你不开心了 无论如何你都是不开心 你去找大夫 大夫说你没事 我也不开心 但是那个事情你是知道的 对不对 就是原因你是知道 因为你的 你就是不开心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人会掉入那个 那种状况里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不会 在这把年纪 在这个时刻 肯定不太会 对 就像我也像他说的 我至少我可以 就是我并不寻求认同感 这个 就是我已经对认同感 并不感兴趣 其实有的时候像他说的 比如我交朋友 听音乐 或者去旅行 我其实是想找到我不知道的东西 对对 就 对未知的好奇 对 我想了解 透靠你的边界 对 跟我不了解的东西 可是如果仅仅是认同 你都对 那我觉得就挺无聊的 现在我发现 我周围很多朋友 实际上都在打坐 过去我跟这个隔得比较远 我总觉得 打坐 往那坐那心乱如麻呀 对吧 对 但是我现在发现 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 都跟我讲的 我每天我得打坐 就像你一样 这个打坐 你觉得它有什么帮助 打坐很好 眼睛发亮了 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自己是 无意之中的就会打坐 我打坐也不是对的 但我觉得 起码在现实意义上 有一个东西是 它你可以静下 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脑子 逻辑思维就开始放缓 那心理自然的感受 就会出现 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 当我发现我打二十年坐 之后我再也不想打坐 是什么呢 因为打坐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您一定打坐 打坐特别好玩 对 打坐你一安静一下 你的脑子会乱麻 刚才您说的 实际上一直在 只是因为平时呢 你处理的事多嘛 那个空间被占有了 当你开始打坐的 只是平时存在 脑子里面的东西 被你清晰看到 才是乱麻 其实平时也在 就是要有这能力 你能这样看清 你都不用打坐了 可能 王阳明这个心学 讲的就是嘛 就是说打坐 但是呢 好像心思能够比较宁定了 但是一碰到事 又不行 所以他就得跟他的门徒们讲 你得在事上磨 你凡事都得在事上磨练 我不知道亚东 你有没有什么管理情绪的招 其实有的人适合静下来 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 就我觉得很 就对我来 因为我特别喜欢 那个大伟林奇一个导演 他也做音乐嘛 其实我看他说的时候 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 他喜欢打坐 他觉得带他到了一个 全新的 怎么说 从未触碰到的 那么一个层面 他可以感受特别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这种形式 都是会放大你的 比如说喝酒 有的人说 喝酒可以写出好的歌 那有的人是真的喝酒 可以写出很多歌 可是有的人喝酒 就变成一个 满嘴脏话 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放大 那个他自身的东西的 其实有的 比如说 有的人打坐会觉得 好恐惧 突然变成 调动其他 他没有触碰过的 但是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这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反正我是觉得 借助这种 借助某一个东西 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 一定要放下这个 苏东坡不是说吗 说这个 佛说酒能乱性 说这个 道说是酒能养性 他说我呢 有酒就学道 无酒就学佛 真好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 是不是你找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 像您做的这个行走什么 就是你可能对我来说 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你不断看到 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最近一个特别 深刻的一个震撼 是什么呢 我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 我看到一个特别长的词 什么 antaxflux 什么词这么长 我一查 是我们中文叫一种昆虫 叫浮游 就是那个 然后它德语特别长 是吧 它就是拼在叫 一天的虫子 就这个虫子 它就活一天 然后那个诗经也有写到了 就是国风就有写到它 说它活一天的虫子 但是它就是 那个衣裳彩彩 就是它活的 都是那么漂亮 我就想 天哪 这虫子活一天 它忙什么 它知道自己就活一天 然后在想 如果说我们人 如果你有一个 更高的东西 看着你 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 你们也就活一天 你的时间在它看来 就一天 你们忙什么呀 这就是古人讲的 这个也可以做正反两方面的理解 一方面讲叫下虫不可与冰 就是只活一个夏天的虫子 你跟它讲冰 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通常就是让人们会以为 就是说一个鸡怎么可以揣测一个鹰的境界呢 但是其实反过来想 它活了这一下天 灿烂的一个夏天 对它来说 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圆满自足 是 圆满自足 而且呢 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 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叫罗素 这个罗素 我就因为我挺关心这个情绪问题 他说啊 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不快乐 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内观 就是他说 我总琢磨自己 心思比较敏感的人 还琢磨得特别深 后来他觉得呢 我的不快乐 好像就是因为我总琢磨我自己的情绪 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 就是太注意哪疼哪痒了 太敏感了 后来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 他就试着 他就观察每一个上车的旅客 然后就是猜测 他背着这个包 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后来我给我种花的那个园丁 那个花酱 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津津乐道的跟我讲 那兔子昨天来了 怎么把这个花给踩倒了 我又怎么怎么把它种起来 他完成了这个 他很快乐 后来他发现呢 他说我一个快乐之道是什么呢 反而表面上看是跟你讲的相反的 就是说注意力要向外 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 老琢磨自己这点情绪问题 就是没有出路 他说后来我发现 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啊 我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不快乐好像消失了 就不重要了